如果何旭改变了这场车祸 结果会怎么样 车祸发生的时候 何昌的前面 是一个幼儿园的校车 里面栽满了十八个孩子 如果何旭救了何昌 那被撞的 就是那校车里的十八个孩子了 所以说 如果出事的不是何昌 就是那些孩子 十八条人命 十八个家庭吗 不光是十八个家庭 这是事关生死的大节点 可能整个世界 都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该选什么 不过 我姐就交给你了 绝对不能让她有事 陈老师 别说了 我拯救世界 你拯救我姐 好 好 我只不怕 在老师 我淨 肯定连 也不过 我 我 这